音樂 你的水很深 你一定要控制好你的FLR的成本 什麼 FLR的成本 不然你很容易 好臭屁哦 講一個尊有名詞 沒有 因為我們節目就是要 教觀眾一些 如果你要創業的一些知識 是 一開始是在一個 只有兩三坪很小很小的地方 其實我坦白講 我很怕人家來 因為我們畢竟是個藝人 然後一來 這什麼店啊 怎麼好像 應該是個倉庫 曹大哥 很怕自己的店太小 然後我就跟小朋友說 每天晚上 自己的櫃子要推出去 你知道嗎 就像板一樣 他推出去 然後推進來 我就跟他們講 認真 你們慢慢推 然後記得有一天 搬到別的地方去的時候 要記得 原點 因為其實這也是默契 這就有關鍵字了 是默契 聽起來就很有費力 對 所以它有別於一般 穿30秒到1分鐘開始升溫 3分鐘之後 它就會覺得全身開始有點 溫暖然後熱熱的感覺 你可以看哦 真的耶 你們都是見證的 大老闆聯盟 做自己的老闆 不是夢 大家好 我是黃子柔 我是詹子欽 歡迎來到我們第二季的 大老闆聯盟 謝謝各位的參與 所有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很多朋友應該都想要創業 因為都想要擁有財富自由 但是你靠一些些零星的股票投資 或者是零死薪水 那條路會相對漫長 或者沒有資源 這時候就很麻煩了 沒錯 因此我們大老闆聯盟 就要提供創業者們 一個圓夢的舞台 我們要幫助你們 能打開知名度 創造更多的商機 並且透過節目 讓觀眾朋友們 了解到更多的創業知識哦 人人都有斜槓夢 在我右邊這一位 最近就是話題人物 據說現在手上 擁有加盟店334間 對 在我講話這一秒的同時 已經是336人 一直在桶上票 是不是這樣 應該是這個概念吧 因為加盟大概就是這個邏輯 所以妳一定也要提供大家很多的嘗試 好不好 沒錯 會好好跟大家分享 那我覺得其實 同意 像我自己在創業的時候 第一個想到就是 明明市場這麼大 而且也有消費者這麼多的需求 為什麼沒有更好的產品 所以我創業的時候就在想 如果可以的話 我就想要自己試試看 創業 然後讓大家可以有更好的產品 可以選擇 有更好的餐飲可以選擇 這就是我創業的動機 就是妳自己缺什麼 妳就去做什麼行業 沒錯 千萬不要 因為到最後妳就會發現 妳自己喜歡的客人都不喜歡 對 妳會更傷心 只做自己想做的 就沒有市場 創業需要動機 那麼也需要資源 也需要很多的顧問 所以在這個節目 我們就會有很多這樣的角色 出現在現場 首先我們就歡迎評審團 第一位網紅CEO 森田 哈囉大家好 我是森田 因為很多人在創業當中 我覺得都沒有找到 自己的商業價值 所以很容易創業失敗 是的 所以這一次當評審 我覺得我會好好檢視這些東西 他太厲害了 從無名小戰時期 到現在了 一路就坐在這個CEO的寶座上 25歲就賺了超過1000萬 太厲害了 太需要妳的意見了 麻煩妳了 而第二位是我們的評審長 威妍 嗨 大家好 我是威妍 很多人都是為了創業而創業 我今天就是當壞人 來教習大家的創業夢的 我覺得一定要說實話 我們既然都坐在這兒有緣 不要大家講場面話 該給他意見就給他 場面話讓下一位來說 我下一位 歡迎小涵 歡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涵 對 然後我也是 這一兩年才開始接觸 創業這個部分 然後但是我的身分是股東 所以我今天會以 假設我是股東的話 要丟錢 投錢 對 我會願不願意丟錢 這也是一個 然後我會給 相信他們 對 沒錯 好 歡迎小涵 最美麗的女神 接下來這位是參與加盟 常務理事林志斌先生 歡迎 歡迎東志斌 大家好 我是小斌 那我也是屬於實際面的 我是實體通路的代表 所以你們的產品 我會給你們很真實的回答 哇 太棒了 我們不能只顧電商 實體店面也要顧一下 對 因為這樣就很辛苦 人工很貴 要穿選很難 我也要很嚴格 哇 看到這四位 我覺得今天的參賽者 或所有觀眾朋友 你會非常有收穫的 對 而且在我們節目有個好處 就是我們今天的參賽者呢 都可以跟我們的 微商團隊進行合作 那在最後的優勝者呢 可以選擇一位評審 進行我們賽後的這個 贏家攻略指導期喔 讓這些創業者們呢 可以少走一些冤枉路 是的 馬上介紹我們左手邊 20位微商團隊的代表 好 謝謝你們來 歡迎我們今天節目 待會兒要給分 好 要給分 也可以提問 甚至可以適用 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呢 我們的分數賽制是這樣子的 四位評審每個人20分 最後我們聊完之後 提問完之後 你們可以給予他們的 0到20 隨便自由發揮 那你們這邊 總共加起來是20分 一人一分 所以滿分是100分 先講一個好康 最後呢 我們總冠軍是100萬的行銷資源 但觀眾如果想知道 更多的資訊該怎麼辦呢 對 因為我們今天的參賽者 都有很棒的產品要介紹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話呢 都可以到我們的大老闆聯盟 電商平台去上面查詢 接下來我們要請這個威爺 請問一下評審的標準在哪裡 針對參賽者的產品特色 產品設計 產品創意跟行銷策略 四個面向進行投票 好難喔 四個要面面渠道 要很完善才行 才可以拿到高分喔 好 那我們這三位案例已經就位了 今天是我們演藝圈的代表 請問一下您創業的方向跟內容是什麼 我有兩家店 兩家店 對 它的風格是完全不一樣 那比如說一家是 私廚 我是 針對每一個客人的菜單 每一次來都會變 好用心喔 那這個很麻煩耶 而且很花錢 很花錢 很花時間 很燒腦耶 其實比較燒腦和花時間 就是因為要省成本 所以我們不囤貨 所以這個是私廚的部分 那另外一家是 健康料理 跟私廚的概念一桌一樣 對 可是 它那個地方就是我們會希望翻桌旅 因為我們是開在一樓 不是像我的私廚在隱秘的地下室 那我們就是每一天從 11點開到晚上9點 隨時隨地都可以來吃飯 那有Menu 不像我一定要預約完了 我問你什麼不吃什麼吃 然後我再開Menu給你 所以你兩個餐廳的狀態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那也就是說你也照顧到一些 比較需要隱私或客製的 還有一些大眾的路過的 需要吃飯 所以是餓得進來 那這桌上的蛋糕是哪一家的呢 私廚的 私廚的蛋糕 我是開排餐 所以從餐廳到那個餐廳都是我做 哇 對 準備了三種不同的蛋糕 我每個蛋糕都是長得不一樣 太棒了 妳很有才華耶 其實做餐飲是最難的 因為 妳一定要控制好妳的FLR的成本 什麼 FLR的成本 不然妳很容易就 臭屁喔 講一些專有名詞 沒有 因為我們節目就是要教觀眾 用一些如果妳要創業的一些知識 是是是 對 所以 妳一開始創業的時候 妳會先想好要怎麼抓自己的成本 喔 OK 對 因為像比如說我們做餐飲的話 那個食材的成本都要30% 那可是因為私廚的話就會比較高 對 有的時候會到50 因為畢竟我們不能讓客人吃到不好東西 而且我是用這邊來做我的品牌 所以妳開餐廳到現在為止 妳有任何覺得 比如說哎呀 很辛苦的想跟觀眾分享的 或是提醒想要開業的朋友 我覺得很多人想要開餐廳 大家就會覺得有個自己的地方啊 酒吧也好 餐廳也好 就是很開心 對 當開了之後 每天就是會要去自己的店 然後就是要約朋友來 然後變成業務的時候 他會想說 喔 不行 不行 我為什麼每一天都到自己的店 我想到別人的店 然後可以享受被別人服務 說得好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這樣有很多時候 然後股東們就是一開始覺得開心好玩 後來會變成是實際上是哈五市業務 然後就覺得好 約不到人 每次約人都要到我的餐廳 我的酒吧的話 那壓力大了就關閉 就算了對不對 而且如果不好吃的話 你的人情用完了 更尷尬 就沒有客源了 對 千萬不能 我覺得做任何生意不能以人情來做 其實我有看到他 因為我以前也是公司的業務 所有事情就是讓我一手包辦 以及當公官 當什麼招待接待 對 可是我現在引誘的是 他有多少個五年 有多少個十年 因為你知道嗎 其實我覺得像 我住過一家飯店 我大概快速舉例 他是 很貴 我覺得四萬多都可以出國了 對不對 但是他選擇去跟高單價 以及高平台的社群合作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叫 媒合TA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剛剛聽完 這樣的餐廳師主 我反而會很建議是 他有沒有真正去找到 像這樣的社群合作 穩定的TA 是他屬於他的方向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我覺得他一定沒有做好 公司結構的概念 所以他就會什麼 一手包辦 一手扛 對 可是一手扛不是也很好嗎 導賣要知道所有的事情 其實在這十年當中 我在弄事業當中 我覺得其實會累 還是要分工 因為畢竟要走長遠的路 對不對 哇 我覺得這個建議不錯 因為你是私塾 所以可能就去跟什麼 貴婦百貨合作 然後就從那邊撈客人來 不要去一樓日本料理撈 因為其實像他這類 我會覺得說他更要去產生 所謂的 高單價的企業一業合作 他其實可以有一點點 互相的去做給企業 這個效益會更好 找到適合的對象合作這樣 是 對不對 沒錯 但老靠你一個人不行啦 因為我的這個事業 基本上做的東西 我做直撲暖心料理 歐美地中海是我的擅長 那我的廚師也是我要訓練 他是做我要的東西 是 因為大家來就是吃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我還是需要訓練 所以他如果哪天拿翹了也不怕 因為妳還可以上去 對 開餐廳 對不對 上去頂 很多人就是開了倒了 是因為廚師都離開了 那就沒辦法 我就是這樣 我日本料理當年 開始萬人空巷的時候 有一天他就拿翹了 他要加薪要幹嘛 要談條件 那我們就只能收了 不囉嗦 就我的大股東就說 都賣走 因為反正賺錢了 不是 因為我也不會走 都賣走 妳自己做好了 我不會走嘛 就讓大股東也生氣了 所以其實做餐廳啊 我之前的做法是 我們會讓廚師有分紅 對 或者是直接讓他入骨 他就走不了 就當自己的 對 當最瘋狂的 接下來我們看看 我們圍商這邊的夥伴們 有20位 有沒有什麼好奇的地方 對於未來餐廳的發展 有什麼情緒嗎 對 像比如說 美麗人生就是 其實在創立一個品牌 然後由我這邊品牌開始 然後現在 我們有第二家叫 不二主義 所以其實是希望有這樣子 一系列的概念 就是 像美麗人生是VIP Whisper是VIP 美麗人生不二主義 就是大眾 普羅大眾都可以去的 然後它的價位 是比較平易近人 可是一樣的概念就是 質樸就是健康的料理 我想問 麗人姐有沒有拍 就是影片 就是Vlog 或是YouTube影片 因為我覺得 因為剛剛這邊有個小螢幕嘛 那剛剛它在鋪草莓啊 就是葡萄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畫面非常美 滿感動的對不對 聊著了著 因為它講的又很漂亮 然後 它的食材又用很新鮮的東西 我覺得這應該要把它拍成影片 讓大家知道 有沒有用過影片行銷 對我們現在缺的就是 比如說我剛在鋪 有一個小攝影在這邊 包包 應該要這樣子 你懂嗎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 就是身為老闆 你每個月要想說 我要怎麼養員工 人手不夠 計算不夠 讓店怎麼樣生存 然後 就是想說 OK 那我要找一個攝影師 每天來我出菜的時候 幫我拍照 然後幫我做 那都是錢 剪輯也要錢 是 超級貴的 所以就是 目前有想過 可是一直沒有去進行這個事情 是因為 你的資金將要更多 然後你要花出錢更多 那現在對於我來說就是 比如說我的私處 我就是要養我的現在現有的 因為我們才剛開不久 那我另外一家店的話 我們就是可以就是 多花一些廣告預算 就不一樣 我也好想人家幫我拍 你可以用公布架到後邊 我覺得有滿大的幫助 因為我們公司 確實是也有剪輯人員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時代有點 我覺得你可以完全改善 就是其實現在你可以自己用 GoPro 對 因為你知道這個東西 會比較貼近人心 比較快嗎 其實你用太專業的時候 大家就 啊形象太精緻了吧 是這樣嗎 所以根本不需要別人拍 影片越直白越圖直越好 它需要自然一點的 真的 自然就好啦 我們是不是先給大家吃一下 可以 來 想吃就上來了 我們一邊聊一邊吃 對 快點快點 剛剛做完 來 其實看起來真的很好吃 它的舒芙蕾跟外面的 真的不一樣 它很厚實 一般舒芙蕾都鬆鬆這樣 對 然後這個是我沒有用麵粉的 所以這是巧克力 無麵粉 是 乳酪舒芙蕾 小韓覺得怎麼樣 超級好吃耶 因為我很愛吃甜點 它給的好大方喔 這就是質樸的概念 通常是餅乾的部分會比較多 但它是Cream Cheese蛋的 這個比例非常大 其實呢 我沒有知道甜點之前 我對你的私廚是非常擔憂 是喔 我平常也了解了 他也做私廚的 那我吃了這個甜點後 我給你一個建議 我覺得你可以用你的甜點 做為你私廚的主軸 真的啊 大家都賣和牛賣龍蝦 為了吃你的甜點 就來吃我們的主餐 前面先點五千塊的和牛 像上面的水果 你可以配合台灣的 現在叫做金鑽鳳梨 然後它就可以搭配食飾 然後這時候 媒體朋友就會免費來幫你採訪 唉唷 真的耶 是我覺得做私廚 它要比較貼近生活 比較貼近人 就比如說 你可以多利用一些 自媒體的方式 比如說你自己在做的途中 或者說 在跟客人有沒有 聊天的時候呢 可以開個直播而已 我會一直想到 害我一直腦中一直在哼 害我都沒有在聽她講話 對不起 繼續 來 嘉嘉 不是 欽如 可以用一些自媒體的方式 然後去呈現它 然後你不用一開始說 用很高成本的方式說 拍影片的方式 其實說就像是 簡單越樸實的方式 去呈現你的商品 或者你的餐點 我覺得這個模式 在網路上 討論度會很高 現在自媒體的力量真的很大 加油 謝謝欽如 我去年的時候 在FB追蹤到她 然後跟她訂了一個蛋糕 可是我沒想到今天會在那邊遇到她 可是她讓我蠻感動的是 因為我覺得她是一個藝人 可是她沒想到 她會去詢問我的 我要送給誰 然後 最特別的是 她讓我很感動的是說 我跟她講說 因為我阿嬤她是吃素食的 然後年紀有點大了 她就會特別把那個餅皮 做得比較鬆軟一點 而且她特別很貼心 還交代我說 因為她的東西好像不添加 其他什麼吉利丁什麼之類的 所以就會比較乳 對 然後她很貼心就是 那一天早上 她特地為我們做的那個蛋糕 好感動喔 對 就很感動 那其實說真的她蛋糕 我會那時候會想定 就是因為我覺得她的蛋糕 是比較天然的 那我現在就會覺得說 不管是自己吃或是送給長輩 我覺得就是想要吃一些天然 多花一點錢我都值得 那只是說今天又來 又吃到她另外一個口味 嗯 對 很棒 好 來 四位評審老師 請你們給分了 今天的冠軍呢 將可以從你們四位當中 選一位做一百萬的顧問交流 對不對 然後你也可以有機會 冠軍可以邁向總冠軍 有一百萬的資源 所以每一個分數都很重要 來吧 薇言你給的比較低 對 因為我覺得 開店眾星雲集大甲光臨 曹西平卻感到很自卑 其實我坦白講 我很怕人家來 因為我們畢竟是個藝人 那藝人 這什麼店了 怎麼好像 一拍什麼不習慣 然後我很謝謝 謝謝每一位藝人 看到我開店主動來 是主動來 我們的大姐大 全美鳳 美鳳姐 還有 觀眾會老婆叫什麼 琪琪 琪琪 還有那個 阿BANG的太太叫什麼 小客 對 你們什麼都只記得先生 不記得人家太太 記得一下她才是客人 小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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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好 現在升天是16分 薇言14分 周小涵17分 林志斌是17分 薇言你給的比較低 對 因為我覺得 可能就跟創業者的心態有關吧 我覺得他只能做名店 他的規模可能就受限於 他現在的規模而已 是挺聽他擔心的 那他就是要這樣啊 講不聽啊 不會啦 就是做成名店 可以變成鼎泰豐一樣 鼎泰豐後來也是變冷凍 也是中央廚房 是啊 沒錯 接下來要看一下 我們微商的分數是幾分呢 請舉牌 好 每個人有一分 九舉牌就是有給分 不舉牌就是不給分 所以只有兩個人 三個人沒有舉牌 17分 不錯耶 不錯耶 大家都被感動到耶 我覺得 那我們來看一下總分 看一下總分 是總共81分 很高耶 81分不錯 好 這是我們第二季的第一位 就能夠得到這樣的評價 我想可能是因為 陳奕貞的令人感動 但最希望是 觀眾有得到收穫 你也能夠在這裡 找到未來合作的夥伴 謝謝王老闆 謝謝 接下來第二位參賽者 是我們的大前輩 沒錯 他是偶像出身 所以他會做這樣的創業 我也覺得滿特別的 如果大家對他的創業作品 又想知道的話 都可以到我們的QR Code 這邊可以掃一下 就可以立刻到我們的平台 上面查詢囉 歡迎三位 歡迎你們 那怎麼分工啊 曹大哥你負責的是 我負責每天晚上九點的直播 直播 直播賣打洞 賣 還賣耳環賣視頻 不是 你這個店不是以打洞為主嗎 沒有 當然 但是我的直播是對全球的 順便賣一下要還 不是 我是專程 因為我是全球的 包括馬來西亞 新加坡 香格 澳門 然後還有泰國 然後我就負責英文 廣東話 泰文 日文 好厲害 所有幾乎都我自己一個小 那他們又來不了台北打洞 沒關係 沒關係我們直送到那邊 你把師傅送過去 不是 沒有 我把這個產品 然後打耳洞是你到現場 對 要到西門町 要打耳窩 耳骨耳垂 或是特別的地方 你只要跟師傅講 對 然後你挑一副耳環 直接打這樣 歡迎師傅 安師傅 安師傅 師傅好年輕的感覺 對啊 年輕有為 不要看 你不年輕了 也住了很久了 真的啊 然後這個是 專業的 這個才是我的兒子標 Jerry 不要認錯 Jerry 對啊 那誰是老闆 誰是真正的經營者呢 他們兩位 你們是老闆 老闆 真正老闆 對 為什麼要開這個打洞店 因為其實是我朋友 我們是很好的 他在打洞界已經很久了 他就提議說我們 打洞界到底是在哪一區出貨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場 有沒有演藝界嗎 藝術界的 打洞界是在哪一個領域 對啊 打洞界 打洞界在哪裡呢 他就沒聽說打什麼 我真的不懂啊 打洞界 就是有一些人 他會打一些比較難打的地方 比如說 比如說 胸環 敵意 乳環 舌環 舌環 然後 然後這個叫什麼一環 還有思觸對不對 對 還有肚臍環 思觸也有 肚臍環 還有舌頭環 眉毛 鼻子 都可以 下巴 安師傅都會 他都會 所以乾脆自己來做這樣的服務 是嗎 沒錯 那個醜八怪 KID就是給他打 你不要加 這加個醜八怪 KID 你的KID就KID 前面加個醜八怪 他本來就很醜 那你放後面 KID那個醜八怪 KID現在紅了就不醜嗎 還是很醜 對啊 我們在講創業啊 你冷靜 那 安師傅你當年 為什麼會去學這個 就因為我們有很多記憶嘛 有人喜歡做蛋糕 對不對 有人喜歡 做美髮 有人做美髮 你為什麼會喜歡打洞 好特別喔 因為那時候沒有工作 所以就應徵到了一個 一個穿耳洞的地方 經過這些年一直學習到 我發現因為每個人的噁心 然後每個人的身形都不一樣 臉型也不一樣 所以他適合的位置 適合的位置是不同的 KID之外還有誰也在你們那裡 這個打洞 黃正輝老婆叫什麼 琪琪 琪琪耶 還有那個 阿Ben的太太叫什麼 小可 對 你們什麼都只記得先生 不記得人家太太 記得一下 他可能是客人耶 阿Ben小...太太叫什麼 那可以想說 不是 我要提醒他 我看他有沒有記得啊 主持人要做功課 謝了 然後我是記得都是老婆 忘記是不是 然後KID也有來 然後我最開心的是什麼 就看到 王立倫講的那個我非常同意 哪一個 我絕對不會靠藝人 我也不會靠朋友 你來我的店裡 然後我就靠你們賺這個錢過日子 絕對不會 然後我很謝謝 謝謝每一位藝人看到我開店主動來 是主動 我們的大姐大 陳美鳳美鳳姐 還有新美姐 謝謝你們 新美姐還有寶媽 是 雅美小很多 主動來打洞 然後不是 不是 不是來打洞洞 沒有 他順便買耳環 然後我們一開始是在一個 只有兩三瓶很小很小的地方 其實我坦白講 我很怕人家來 因為我們畢竟是個藝人 那一來 我這什麼店 怎麼好像 一開什麼是習慣 超大哥 很怕自己的店太小 然後我就跟小朋友說 每天晚上 因為那個櫃子要推出去 你知道 就像擺這樣他推出去 然後推進來 我就跟他們講 認真 你們慢慢推 然後記得有一天 搬到別的地方去的時候 要記得 不要忘記我們每天 推規則日子 沒錯 然後我也告訴他們 一個店的成功 絕對不是 這麼容易的 我跟你三天打魚 兩天賽網 你不要做 你不要做 每天 對 你要每天 對不對 然後現在到了這個新的店 然後整個店整個裝潢 完全很棒 也符合我想要的條件 但是 我希望 我希望兩年以後 我希望再扣到別的地方 OK 才是我真正理想的店 所以你有一個目標在遠方 好 接下來給你們 開分店 因為我覺得我們除了一輪直播之外 我們缺乏的就是一種 形象的行銷廣告 任何的產品它都需要行銷 沒有行銷它不等於品質 OK 打洞也可以行銷 對 因為打洞的話 人家會在意的是你痛不痛 對啊 因為我滿好奇 正常現在年輕人打洞 其實都是用機器 所以剛剛提到的是 真的是 人工 一個一個打 是嗎 是插在哪 一手工 一般你可能找的人不好 他還幫你打的就是有點斜 對 被戴的之後變這樣 如果人軍軍大的話好看嗎 兩個外翻 那如果兩個一個女生 她是長大的 是不是比較好看 這樣好看 對 那我們所穿就是 要矯正她的位置 也可以去幫你擺動 所以打耳朵會影響 你後面戴耳環漂亮的位置 對 還有一些這種小鑽對不對 小的也會影響 你外翻嗎 這種小鑽 沒有 有些人可能打到她很低 她是垂的 你想說為什麼我都是垂的 地心引力 太下垂 那那個blingbling 就看不到 所以我們要去調整位置 讓她有點上顯 你戴什麼都是正面的 對 形狀都好看 然後包含說如果非常重的話 也不會掉下來 也不會 那個力學要先想好 對 這個就是關鍵 手打的關鍵 這打動是有學問的耶 把它拷開來 而且我覺得雅頭那是一個藝術 藝術 同意 我覺得現在新的Generation 他們喜歡的東西 不是大家想的 因為包括牙齒下面鼻子上面 美多還有埋釘 很多位置 還有很多位置你不見得看得到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新的世代 像我在泰國住了十幾年 我覺得泰國的男男女女 幾乎哪一個沒有打耳環 我們台灣是比較不太接受 但是在泰國是很普遍很普遍 所以這個未來性我覺得這兩位 我覺得他們應該 講到未來性 好好的發展 也許我們就可以成為 新的一個打動王國 所以從小小的一攤桌子 現在變成一家店面 就很勵志 但是還是要聽一聽專業的建議 或者是提問 魏爺你聽完剛剛這個創業的案例 您的想法是什麼 我也好多問題想要問 我想要了解一下你們營收的比例 是服務打動服務站的比較多 還是銷售飾品的比例佔的比較多 其實如果說以銷售的話 我們現在銷售非常差 但是打動的飾品銷售好 我說韓國飾品的話就非常差 好那接下來就第二個問題 因為剛剛曹大哥有說 未來希望在別的地方有分店 開其他的店 拓點嘛 那這個東西是很吃技術的 對 那下一家店的技術是 鞍爺類似啊 對啊你看看大家跑三個東方 對啊他一個人啊 他現在也是在訓練師傅 我們現在陪他兩個去 我們在培訓了 既然你剛剛說飾品的銷售 其實目前沒有那麼好 那在針對飾品的行銷上 你們有沒有什麼想法 想法最近有找了會廣告的公司 因為我們缺乏就是現場 現場的那種銷售 比如說我們自己那個點 我們生意是非常差 連打動都沒什麼人 但是換了一個點 他的市場就不同了 那為什麼 因為他的能見度很亮 那我們的在網路上 就是沒什麼廣告 所以我需要網路上投放一些 比如說 Google的關鍵字 什麼ADS 然後比如說什麼 FB然後IG的 我覺得藝人當中 其實要掌握到一個最大的點 就是說其實 假如我們有在直播 因為我個人也有在看你的直播 人數大概就是這樣上下而已 一百七到兩百我而已 可是他應該是要用直播分享的方式 就是讓更多 你教他要什麼叫直播分享的方式 譬如說藝人 我又有看過你幫KID站台 是不是 他站台之後 他會用他的粉專去分享 當然我覺得藝人就是魅力嘛 他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所以你說他直播的時候 他應該跟他的朋友 藝人朋友一起直播分享 現在有另外的方式 可以用直播加一 買這個系統 但當然前期也是要丟錢 但是直播加一是可以讓現場的人 直接他立刻就可以下單 其實這個系統我們有 有買了 我們有 所以我剛剛講的 就是你們的人數其實就是最卡關的地方 對 甚至你應該要去做真正的Fastbook觀看的廣告 而不是一直去投入關鍵字這類的 因為他在整個市價的競價當中是太高的 會有點做到吃力不討好 我其實最在乎的問題是關於商業模式的問題 因為你們說你們主打是打洞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通常在看一個商業模式好不好 我們會看他可不可以重複的銷售 那一個人可能一生也頂多是打幾個洞 所以如果我在看這個生意的話 我可能會想說 我的耳環可不可以賣同一個客戶多賣幾次 可是因為剛才好像是威也問的問題 就是你們的營收比例反而是打洞比較高 所以在看這個生意的時候就會覺得 好像還有點需要調整的地方這樣子 我講解一下 其實我們主要就是打洞 為什麼會加一些這種飾品 是我們想要把它融合 就是你回來自己挑你打洞的飾品 或是多打洞 我希望你們可以留在我們這邊久一點 尤其是為了打洞 他要去買一些比較漂亮大型誇張的耳環 但是我希望你還會回來找我買這一些 我才做一個複合式 他們是相互應的 我剛才有看那個商品啊 他是真的蠻細緻的 那我的疑問有兩個 第一個是說 你有沒有官網 看我們那種外線式的 如果很喜歡我可不可以透過官網 直播加一就可以買啦 我們目前有官網 但是就是我手拍一張一張存上去的 很慢 然後購物車 對 其實我們內部事情太多了 不像說你們應該怎麼賣就好 沒有 每天十幾個小時一個人都不夠用 人太少也不是事情多 六個人還不夠用啊 對不夠用 其實 店裡就像一間公司 它內部外部它分得很非常細 每個專業是不同 所以我有在請我朋友 專門在架設網頁行銷這一塊 現在知道做生意很難了吧 形象 對 其實很難 真的不容易 不是你們說找誰就好 沒有 光是你們內部就搞不定了 沒辦法 OK 那第二個問題是 你們有在做會員基金嗎 喔 會員啊 你是跟於買過的客人 你怎麼要讓他知道 你有一些新的促銷方案啊 什麼之類的 當期活動啊等等 剛我買過的會員 我們基本上都會留他資料 然後因為我們有會員系統 還在研究 我們應該把它怎樣更大化 效率化 所以之後我們就是會有 就是比如說 他加入會員會有購物金一百折底之類的 所以我希望他們成功 有份好的職業可以服務大家 賺錢是一個小事情 第二 是這個事業可以forever延續的 這才是我的重點 這是我們今天的第二個故事 謝謝曹大哥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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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要看分數了 那四位評審老師 你們每個人有二十分 好好按 你不要這樣子 輕輕輕給分 開玩笑 現在是林志明老師 14分 周小涵16分 薇言16分 森田14分 好 那我們來算一下目前評審團的分數 也來看看為商的二十位朋友 一個人有一分 想投就舉 那不投就放著 你們剛剛有沒有買啊 打你們八折好不好 興趣的會舉牌喔 對不對 本節目聊的是創業的故事 不是要你們真的來賣東西 賣東西去西門町找你就好了 他剛剛蛋糕就可以吃 我們耳環就不可以戴嗎 有人要吃嗎 可以吃 有人要吃嗎 曹大哥你不用擔心 你們現場又不能打洞 我們說大家來打個洞吧 對不對 但是我們觀眾朋友可能會想要 他可以少QR Code 到時候可以在我們的官網上就可以看到了 是的 不急不急 來 各位我們看看大家的分數 請舉牌 他30秒到1分鐘開始升溫 三分鐘之後他就會覺得全身開始 有點溫暖然後熱熱的感覺 好 我馬上再用我們的熱醒儀來幫 好 你看我們測一下溫度 可以看喔 真的耶 你們都是見證的啦 對不對 你們現場又不能打洞 我們說大家來打個洞吧對不對 好 但是我們觀眾朋友可能會想要 他可以少QR Code 到時候可以在我們的官網上就可以看到了 是的 是的 不急不急 來 各位我們看看大家的分數 請舉牌 好 微商的團隊 所有的貴賓 我們看看有多少人 加1 好 微商團隊總共是15分 15分嗎 是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總分數 總分數是多少 目前的總分是75分 75分 75分 好 天啊 我們還輸給王立仁 不要錄啦 不要生氣他大哥 對啊 為什麼 王立仁做一個破蛋糕 我們弄耳環弄了半天 差不多81分 我們75分 也不同 不同產業 我們要問一下評審 不能產業怎麼那麼提啦 所以我們問一下評審給的分數 那你應該講三個都打洞得來啊 對不對 有道理 本來就是這樣 你找個蛋糕 跟我們打洞根本就沒有相關 因為蛋糕跟打洞 日常的東西 蛋糕比較吃香啦 對 所以不一樣嘛 像你看我爸爸割包皮 我們等一下來比賽 沒有啦 這個等一下 是不是 要亂講話 Sandy老師 我其實給的算有點偏低 但不是要激怒曹大哥 我覺得其實做生意 不是賣一個夢想 它真的是要去延續更多回饋社會 以及經濟收入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就是弄錯方法 那當然修正過後 其實我覺得 其實打動這個事業 我額外想要建議 因為其實當然它是靠人 人力和技術 但是我有發現到一件事情 其實他這個師傅 可以把它培養成 變成一個IP之後 他可以先去跑店 譬如說這個精品店 它就是預約十位 它就有像醫生住診的概念 這個醫生紅了 他到哪一家醫院都沒有關係 這也是一種 對 它應該是要用這樣的方式 不要像傳統工廠 也可以帶人流到 他自己的實體店 對 比如說去各個服裝店 今天一個小時 對 買衣服打洞 但是又把那個客人帶到店裡 對 這個很棒 我覺得這個建議非常好 所以我爸爸是 密尿科醫生金歌包屏 這裡預約十個歌包屏 那不一樣 那要上手術牌了 那不一樣 好 非常謝謝 我相信曹大哥也聽懂了 但是曹大哥喜歡 用比較幽默的方式 跟大家交流 謝謝大哥 謝謝 謝謝Jeremy 謝謝安師傅 謝謝四位老師 謝謝 安師傅覺得那個 身體好像說得還不錯 對 他的那個直播分享 因為那個都 也沒有一直在嘗試 我們都有一直在嘗試 但還沒有找到一個很好的方式 直播分享就像一個開 一個開頭 對 你要如何真的去有效分享到 譬如說我們做了很多活動 你分享我們來抽獎 你分享我們幹嘛 其實很多方式都做過 其實成效並沒有很大 不是想像中說出來一個開頭 就分享 對 分享大家來串聯 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對 要看一下有什麼方式 不一樣的方式 細節要在比較準 接下來第三位創業者 我看到他我覺得特別特別親切 因為他曾經是在我歌唱節目裡面 比賽的一位選手 難怪 對 那當然一定是因為歌唱事業 所以今天 要甩下去 超好強 改那個名字變成創業家了 跟我一樣 這演藝圈不好混就創業 對 帶來很厲害的產品 歡迎高以馨 高以馨 好 以前不是叫以馨 她臉我是記住了 還出過唱片 好久不見 憲哥還幫她站台 沒錯 其實人生本來就有很多選擇 對 今天走到哪一條路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先介紹一下我的合作 好啊 歡迎 孫嘉欽小姐 歡迎 你好 小哥好 子晴好 所有的評審大人大家好 我自己是很想聽森田 因為其實我很久以前有跟她合作過 那時候她是模特兒 可是過了幾年 她瞬間搖身一變 成為網紅CEO 我覺得超強 很想知道她是怎麼樣轉型過去的 然後她的成功技能到底是什麼 我自己其實我比較想要聽威爺 因為其實我知道威爺 不管是她在行銷面 或是品牌操作面 其實她非常的厲害 所以其實我想要聽威爺 告訴我們說 到底我們這個產品 我們的品牌 可以怎麼樣做推廣 你們發展的事業 的核心產品是什麼 對 因為其實我雖然是高齡產婦 然後我在生前 我52公斤 我生後72公斤 整個20公斤的差別 然後我整個代謝循環很差 然後我就下定決心 我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去健身房運動 對 我要讓自己代謝好一點 然後去了健身房 我也是因為去了健身房 然後認識了以馨 對 然後認識她之後 但是我健身了幾次 我發現我的決心很薄弱 我就完全放棄運動 這件事情 妳看看這個照片 妳不能放棄啊 妳家什麼都沒有鏡子 當時 我現在看到我都覺得 妳一定瘦起來很漂亮的 我那時候真的都不覺得自己胖 胖子都不覺得自己胖 所以乾脆就放棄了 我就放棄了 無所謂 沒在怕 可是我擔心的是我的循環跟代謝 有到健康嗎 對 很不好 我腳水腫到 我用指頭這樣壓下去 它彈不回來 不行 嚴重 這樣不行 那個很嚴重 然後我的靜脈曲張 非常地嚴重 然後我就一直在找一件 我穿得下的褲子 但是又可以取代 我不愛運動這件事情 哪有這種事情 是不是很難 這是什麼 我不運動 然後我還是維持身材 然後還穿得下 對 又好看 對 但妳知道因為身為媽媽 中年婦女 就是對於這種東西就很要求 我一定要找到 要求很高 真的讓我找到了 真的 真的 本來想要強調的是 它的循環跟代謝 代謝也好了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以馨講說 以馨 誇不誇張 然後她是這樣才知道 因為我本身 像子晴一定就知道 我是很愛運動的 對 就我已經重訓了大概五六年吧 OK 對 然後大概每個禮拜都會去三次 對 所以才認識嘉欣 對 那時候就想說 運動的人穿有改善 那運動我穿效果是不是會更好 沒錯 對 所以我那時候聽到這件褲子 我就覺得想一想 然後剛好我也覺得 其實 對 所以就想說跟嘉欣一起合作 來帶領這條褲子 這件也沒帶來啊 我們剛剛都這麼多做 好想看啊 已經穿在身上了 真的 就是這兩個 就是這兩條 OK 那其實穿在身上 出門也滿時尚的啊 就是不舒服的 而且她特別顯瘦 她特別顯瘦 真的耶 不講看不出來 而且她又是高腰 對 她穿起來很舒服 很舒服 媽媽都有自信了起來 妳看那嘉欣一出來 整個人就 整個下巴抬很高 這一件她之所以這麼厲害 是因為她有一個 對 是不是什麼 能不能實驗 其實我們現場有帶了一個能量 有產品 我們來看一下 對 好 前面這個儀器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 身心能量的分析儀 那在大型的教學醫院裡面 都使用的 所以是非常專業的醫療級儀器 它可以測出的是 可以測出就是你的神經系統 跟你的血液循環序系統 那我簡單介紹一下石墨烯 石墨烯它這個材質呢 就是它在導熱跟循環這方面 是已經超過目前一致的所有材料 對 它的循環跟導熱的效果 是非常好的 那它其實你在穿上去的時候 因為你的身體有體溫嘛 對 石墨烯能量 跟體溫會做震動 那震動之後 你身體裡面就會開始慢慢發熱 那它這個發熱的效果 其實它是可以 然後進到你的體內 就是可以 對 因為剛才講到一個痛點 就是我們循環不好 然後我們有中廣身材 其實每次穿這種褲子 穿到最後就是它會 會很不舒服 然後肉擠出來這樣子 所以這件衣服的包覆性好不好 因為其實我們的褲腰頭啊 它是做那種寬板的 對 你會發現它是做寬板 不是像以往的那種鬆緊帶單片的 這邊這樣子 所以它等於是對你的小腹 它是有對 加壓的 所以它不會容易滑動 像其實我是臀圍很大的人 可是我的腰跟我臀圍相對細 它不會滑動 所以它的那種穩定性非常好 有一點小小的巧思 對 這邊 來做一點線條的 所以它穿得住 好 列印出來了 好的 那我們來做一個比較 來兩個報告來看一下 你拿這個完成的 我拿這個之前的 哇 你看一下 這一個指數是壓力的指數 你看佳馨 平常壓力真的非常的大 真是爆表 真的 你看再看一下我們這張的指數 你會發現壓力這個壩已經下來了 怎麼可能 一個褲子就影響心情 是啊 舒緩 舒緩 再來再來看到這幾個指數 這四個線條 這個是一個活力指數 第二個這個是它的腦力的負荷指數 再來交感神經跟副交感神經的指數 那這指數的標準 必須要在這個線條 這個有沒有一個紅色線條的地方 那剛剛你看佳馨真的很辛苦 平常很累 活力也低落 腦力負荷也過重 都非常的低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使用後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指數也上來了 對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數據就擺在眼前 現在是Big Data的時代 大家就了解了 謝謝護士的分享 謝謝 謝謝 那我們現場有沒有哪一位這個 圍商有興趣來實驗一下 對 比如說我們再來試試熱顯儀好 因為剛剛有講到溫度 對 對 就穿之前跟穿之後 對 有沒有哪一位就是利亞 來請出列 請出列 好現在秉翰已經出列了 我們要做熱顯儀的測試 在還沒穿之前 先看一下什麼溫度 對 我現在手上這個是熱顯儀 然後我稍微來測一下 我們秉翰現在目前 下半身穿著休閒褲的一個溫 對 一般的休閒褲 差不多二十一二度 二十一二度 對不對 差不多二十一二度 好那等一下穿完之後 照理說應該會升溫 對 他差不多穿三十秒到一分鐘 開始升溫 三分鐘之後他就覺得全身 開始有點溫暖 然後熱熱的感覺 這個又口說無憑嘛 熱顯儀騙不了人 好 請去後方換上 換上律董庫 現場真的能瞬間增加體溫 對 請去後方換上 這件律動褲 好 現在換上了 請秉翰回到舞台前 好 就是一般的那種褲子耶 就是褲子耶 就是褲子耶 好 練舞的啊 登山的啊 感覺都可以穿啊 很時尚 你這樣穿其實出門都超合理 對 運動類型 你現在穿起來有什麼感覺嗎 也許沒有 也許是什麼 很舒服 算 褲子算很舒服 舒服 然後 彈性很好 是真的很好 這都是我們剛剛有講到的 材質嘛還有彈性 它的長度也算滿夠的 現在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要來測試一下 穿上之後 有律動褲的秉翰 是不是有不一樣的改變 好 我馬上再用我們的熱顯儀來幫 好 你看我們測一下溫度 它差不多維持在28到30 不等著上下再跳 真的耶 你們都是見證的啦 我們就這幾分鐘過去而已 而且已經飆到30耶 下半身再也不寒了 很亮耶它的那個 28 29 30 哇 那這個冬天真的很棒耶 很需要耶 尤其是登山啊 運動的時候 夏天會不會太熱 會不會太熱 還好耶 真的很透氣 它非常透氣 OK 剛看完那個熱顯儀之後 我覺得應該很多 微商的朋友 可能會很想合作 一定要的啊 有沒有很心動 有沒有 我本身是做 其實我剛剛有想到一個方式 可以建議一下 也就是說 因為你這個是講求功能性的 所以你應該要走另外一種方式 叫做裂變 什麼叫做裂變 客戶穿完之後 你要想一種行銷模式 讓他再介紹人買 這樣子的方式 它才會一直延續下去 有擴展 然後呢你再來做實體的 你剛剛說的體驗行銷 你可以就是抓樹人 還是抓誰 然後在網路上大肆宣傳的時候 下面才會有很多人去回應你 就是說因為我們公司是做那個團購盤商 然後也有類似的產品 我想詢問一下一點就是說 石墨線產品 那有些廠商它也是標榜 那跟你的差異性在哪裡 因為不是每個客戶都可以透過 看這個節目了解到 或是透過你們影片 在宣傳的時候 很多人只是看文字文案 然後直接圖片然後刷過去 那你們如何去做一個讓別人 你們的的確是比較厲害的 其實我常常在說這一件啊其實 它是從S到2XL都可以穿 這個妳講過六遍 對 前面聽過 但是我希望 我希望我可以從2XL再穿回S 變回S 不小心又瘦回來了 買的時候我是2XL 不小心瘦下來變成S 它還滿有這個文案頭腦 各位投票的時間到了 那接下來就請我們的評審給分 究竟高以馨跟孫嘉欣共同創演 能否贏得今天的冠軍呢 從2XL再穿回S 變回S 買的時候我是2XL 不小心瘦下來變成S 他還滿有這個文案頭腦 各位投票的時間到了 那接下來就請我們的評審給分 評審的分數 林志斌是14分 周小涵16分 威爺16分 森田16分 總共62分 好的 現在看看我們所有的微商夥伴 每人有一分總共20分 請舉牌 滿多人舉的喔 好 我們這邊總共是14分 6個人每次 14分 所以是 加起來是76分 好 非常的謝謝兩位的介紹 謝謝 當然這個分數 純粹是現場的考量 最重要是也許觀眾 因為這樣子有新的靈感 或是新的方向 可以去找適合自己的產品 還有創業的理由 謝謝兩位的分享 謝謝老師 謝謝 恭喜冠軍王立仁老闆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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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請出 謝謝薇爺 幫我們披上彩帶 恭喜今天我們的麗仁姐 謝謝 謝謝薇爺 好 麗仁姐妳想要跟哪一位顧問 就是今天妳專屬的 評審的某一個人 來做一對一的交流 待會我們就給妳這樣說 能選一位嗎 能選一位 對 我有兩家店 剛剛我有什麼事 我節目是給妳開好玩的咧 因為森田老師 森田老闆很適合不二主義 有道理 因為AI的部分 對 因為林老闆她很適合 對 私處的部分 我的私處的部分 她有經驗 因為剛好 這兩個都好適合妳 好難喔 妳選一個 我選林董 好 林董 OK 麻煩林董了 因為前輩可以給我先知道 謝謝四位評審 也謝謝各位微商的夥伴 謝謝其他參賽的老闆們 電影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也想當老闆 想創業的話 請鎖定下個禮拜的 大老闆聯盟 謝謝 拜拜 我自己是覺得受用還滿多 因為畢竟有很多盲點 我們自己沒有想到 對 那這次即使沒有得到名次 我也覺得很開心 有這樣的經驗 因為其實每一個人 成功的經驗都是很寶貴的 就不一定 一定說我現在比較好 現在比較不好 就一定未來不會成功 所以我覺得吸收這些經驗 我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我們會輸的原因是因為 對 我們沒有給現場的評審 還有微商做體驗 因為我們 因為第一名是Lisa 褲子當然少了 對啊 因為Lisa 她有請大家吃 那吃了第一個感受 會覺得 哇 就是有體驗到 我們的褲子 我應該是現場 我們每一個人都發一條 對 我們一定是第一名 對 本節目由Evento 日夜速崩 冠名贊助播出